王曼玉士拼赛在战孙颖莎 竟被打得仰天长叹 教练的表情亮了 大家好 这里是湾体谈 说起王曼玉和孙颖莎 可以说是国拼 新生代双子星了 两人实力都是不分上下 小将孙颖莎在今年东京奥运会上 成功双杀一藤美成的战绩 而王曼玉在士拼赛和全运会中 也取得非常不错的成绩 那么本次 WTT澳门世界杯 两人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首局比赛中 王曼玉迎战孙颖莎 王曼玉开局就以3比1打出气势 两人在赛场上没有过多的试探 直接进入主题 此时的孙颖莎明显没有进入比赛节奏 但王曼玉凭借着先得分的优势 将比分拉至8比4 很快孙颖莎拿到局点 以12比10拿下首局 前半局大概6比1 现在孙颖莎反超拿到局点 第二局比赛中 双方竞争异常激烈 开局就将比分拉至2平 两人在赛场上比赛十分胶着 你来我往毫不相让 此时两人将比分拉至8平 但孙颖莎还是迅速将比分拉开 随后一鼓作气拿到局点 以11比9再下一局 大比分为2比0 王曼玉最后自己两个发球 都没有把握住 孙颖莎11比9 又是以2分的微弱优势 孙颖莎连下2成2比0 这个局分对于王曼玉来讲 确实现在压力山大 按照整个进程来讲 其实双方表现还是很接近的 开局打得非常好 但是领先的情况下 没有把握住第一局的 开局的战 第三局比赛中 王曼玉开局就打出4比3的气势 但孙颖莎不甘示弱 很快将比分追平 此时的王曼玉心态已经出现问题 但此时的王曼玉也只能先稳住阵脚 而后寻找突破 最终孙颖莎以14比12再下一成 大比分为3比0 此时的王曼玉处于不利的状态 孙颖莎以3比0的大比分 暂时领先于王曼玉 在第四局比赛中 王曼玉开局就打出了5比2的气势 此时的孙颖莎被王曼玉打得措手不及 但孙颖莎不紧不慢 王曼玉凭借着先得分的优势 将比分拉至9比6 最终以11比6扳回一局 大比分为3比1 好的 11比6 王曼玉呢 是在非常艰难的情况之下 稳住阵脚赢下了第四局 这样呢 为自己迎来了一线生机 保留了希望 目前局分是孙颖莎3比1领先 第五局比赛和第六局比赛中 王曼玉连得2分 将大比分拉至3比3平 比赛戏剧化 戏剧化 这个被王曼玉追成这个3比3 非常不容易 就是这个就是抗挫折能力 没错 越挫越勇 对 任劲 第七局比赛 此时比赛已经进入决胜局 双方在赛场上十分胶着 孙颖莎开局就将比分拉至4比1 此时的王曼玉心态 已经面临崩盘 但孙颖莎不紧不慢 将比分拉开 而王曼玉由于急于求成失误太多 此时 孙颖莎将比分拉至7比6 最终 孙颖莎以11比6拿下最后一局 大比分为4比3逆转王曼玉 两人都是国家队委以重任的人才 同时期待 两人在接下来的比赛中 会有更精彩的表现 孙颖莎赢了 孙颖莎赢了 11比6 孙颖莎 孙颖莎 七局苦战 这场比赛真是像 好乐乌大片似的